哇 不是吧 我堂堂裤子的按摩居然被一个邪恶老头给一套带走 喂喂 你这话说的你好像很强一样 头盔不戴 一身铁甲 你就说你想怎么办吧 可恶 咱今天这事绝不能善罢甘休 走 我们去给裤子讨个说法 就是这个地方对吧 我先上了兄弟们 哎呀 脚滑了一下 哎呦 我怎么又滑了一下 小月 你快出 啊 人家也滑了一下呢 你俩摸摸戚戚干啥呢 那你不磨叽 你当上啊 你们这些人到底打不打啊 我先冲啊 哇 上来就喷火 把我涮气名人硬军脸带给烤糊了 谁负责 好了好了 三个人欺负一个NPC老年人 你们太过分了 靠得你没动手一样 哇 你这头牛怎么 怎么长得更洋溢啊 不允许的 咋了 哎呀你看这一遍 这山顶上好像有一种建筑物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 我记得是有陷阱的 你们小心点 小月 你听到没有 有陷阱的 别乱跑 知不知道 你是说这个 闪了巴基的发射器吗 嗯 发射器里面也没东西啊 难道说 这下面还藏着什么宝贝 哪里有宝贝 快 快让我看看 酷子 你给我走开啊 你挡着我出去的路了 哪里有宝贝 宝贝呢 啊 你踩我头上干什么 淹死了喂 你当时从这出去啊 不行 除非你给我宝贝 我断手了啊 走走走 我们上去看看 酷子 你是不是连阿娘都不放过了 说什么呢 傻子蛋才是最好的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里面 那么多的红色货把插着 莫非 是个巨大的天梯启动装置 我想起来了 算是一座祭坛 附近的村民 自然会来自己祈祷和召拜 保佑自己这一年 兜风调雨顺 你确定这不是邪教吗 贴上那么多脑袋 这只是一些装饰品而已啦 难不成放上个脑袋 还想早晚凋零出来 哇 这边更厉害了 这个地方是个祠堂嘛 这得确认这附近村民啦 你们小心一点 我看到房梁上面 有好多半线和按钮 哪 半线 这不会真的是阿阳说的那样 是个巨大的天梯启动装置吧 你们先别乱碰这附近的东西 让我去上面看两眼再说 怎么样 什么感觉啊 阿阳 好像单纯是用来做装饰的 我碰了它们也没点反应 嗯 还能确实没有什么危险 或者说 这座神秘的祠堂 是想给我传达一些 什么样的神秘讯息嘛 诶 我们之间 有谁懂一些法术 或者祭祀之类的东西的吗 诶 灯伯 你这很让我想起的一篮 不理解 我说不过 你这种事是什么事 我说不过